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我今天用这个虾仁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虾仁饼 快速简单又好吃 这个虾我买了都去了皮 把虾线它已经拿出去了 好 现在我就把它放在案板上 做成碎末 为了快一点也可以两个刀用 我这是买了一公斤的虾 然后用了一半 记着小时候我妈妈就是这个 做肉馅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奢侈 虾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但是肉馅呢就是买了一肉 他老人家喜欢吃粒颗粒大一点 所以他就基本上自己做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他还颗粒还比较大 然后吃的时候吃到虾仁的感觉 好 放在碗里 两个小香碎 切碎一点 好 现在我们来调料 我本来想少倒一点高度白酒 现在我手里没有 然后发现有一个日本的纯米酒 它的纯度是16% 味道也非常不错 少微倒一点 提点味 然后去点腥气 像我说的一定要少料 现在放一点中国的特级鱼露 好香啊 这是大蒜粉和胡椒粉 放一点 半勺白糖 一点盐 最后就是放几滴香油 最后就是放几滴香油 这就可以了 足矣了 这个我们可以作为餐前的食品 也可以做下酒食餐 都随你意 OK 好 我们现在准备一点炸粉 这就是普通的炸虾饼啊 这个粉 我们直接用它就可以 倒一些油不用太多 没过这个锅底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手里蘸点水 把它呢做成小饼 大小跟您自己的喜好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这里 两边蘸满粉 锅有点热度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好 现在差不多了 帮我来看一下 你看 微微发黄 好 我们再把它再翻一个面 今天我们再煎两分钟 你看这个微微补起了 点面焦黄就可以拿出来了 好了 这个您看也补起来了 现在出锅装团 炸虾饼就做好了 您是不是喜欢 如果喜欢请您为我点赞 我是枫叶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视频再见 Good Appetit Ciao ciao